中國除了攻擊擾臺 現在也利用廣播插控系的方式 入侵民眾的生活 宣揚中國的好處 達成統戰的目的 民進黨立委今天就召開了記者會 呼籲行政部門要積極阻擋訊號 加強民主防衛機制 民眾記錄下廣播主持人 明確中國的口音 加上內容宣揚到中國就業好處 這類型的統戰廣播持續發送 現在也是越來越多 學者觀察這些頻道 沒有用負評來蓋臺 而是用插控系的夾擊方式操作 入侵民眾生活 導向對中共有利的認知 民進黨立委林楚英等人 共同召開記者會 認為中國不只利用戰機 還以廣播跟融媒體進行無形空戰 尤其由中國央視總臺營運的台海之聲電臺 在臺灣有五個頻道可以收聽 單月訊號發射源不在臺灣 所以NCC無法查處 要求行政部門要有積極作為 建立對應機制 NCC表示將盡全力提供有關機關 取得技術上的平均資源 反制中國的不當作為 樂會則回應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三十七條影視音節目 審核機制 將會再跟文化部及NCC來討論 如何用行政管理措施來處理 阻絕境外發射訊號內容 記者韓音碰到組台北報導